小鹏玩具 啊 不是吧 我的男生小鹿就像胖成这样了 据说是因为他经常偷吃零食 而且还不运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小鹿的零食一定还好吃 所以今天的玩盒是来自小鹿的零食盲盒 哎呀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赶紧开拆 啊 不是吧 杰德最爱吃的零食居然是 烤面 这就是普通的泡面呀 小鹿竟然一次吃了五碗 把泡面的泽塔都惊呆了 干三人真的是实锤了 不过这个我不怎么喜欢 我们还是接着拆 啊 一袋牛奶 我记得小鹿可最喜欢喝牛奶了 尤其是二家热物的牛奶 这可是小鹿最爱喝的牛奶 我可要把它蒸汤起来慢慢喝 我们现在接着看 哦 不是吧 小鹿最爱吃的零食居然还有薯片 我还知道你是一个奥特战士 也知道你最近因为跟邪恶外星人的战斗失败而迷失了自我 这个我也喜欢 那自说五路的话 我也是和杰德有共同爱好的人呢 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薯片呢 可以视频下和留言告诉我呦 那我们继续 诶 是一秒的弹 这里 可以打开 啊 还有一个迷你的杰德 好可爱啊 不过这么小的杰德能打白怪兽吗 看来浓缩才是精华呀 这个我要收起来 我们接着看 竟然是小蛋糕 好 原来是跟莱叶他们一起吃的呀 这样的话我好像知道 过一件事小鹿和莱叶的婚礼要送什么了呢 你们看 这个是杰德和莱叶的结婚要想函 上面说就在这个月 不行 我要赶紧去收拾东西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